这首曲子我当时起的名字是迷蒙曙光 迷蒙就是一种很朦胧的感觉 曙光呢就是在这种很朦胧很忧郁的基调里面又能看到一次希望 也和这个曲子我当时的主题是比较契合的 最关键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蒙这个字是它名字里的一个字 所以当时也算是写出来然后纪念我们两个人 就是初中的时候吧情斗初开嘛 然后呢然后就当时是你追的他他追的你啊 嗯我一直很喜欢这女孩啊 然后当时我就记得初一的时候一进班就看到他了 哇就是相当于哎第一面就觉得很喜欢 然后也也是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年龄 哎就觉得这女孩很甜很可爱 然后也很漂亮然后性格也好学习也好就就还很喜欢 但是呢我在初一初二这两年一直都相当于是暗恋吧 嗯后来因为为什么没有追他呢 就是因为当时在他在班里很抢手 啊我们班算是算是班花吧那种感觉 我们班有很多男生都在追求他 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么多男生都追我也不想跟他们同流合污 嗯错落脑是吧 嗯然后就觉得哎我对他一直也都不错 我们两个当朋友关系处的也很好 所以就觉得哎我就知足了 那后来没想到故事发生了一些神奇的转变 嗯到初三的时候 大家学习压力也都比较大了 然后冬天到了冬天 有一天他突然给我发短信 嗯说亮咱们在一起吧 我当时很震惊 因为怎么说呢 虽然这初一初二这两年 我很喜欢他一直也对他很好 而且他也知道我喜欢他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他 我最后会跟他在一起有一天 所以当时很开心很开心 我觉得老天爷 啊就是算是照照照过我初三 这么紧张的时期送给我这么好的一个礼物 那今天这么好的人分手呢 嗯其实好久不长吧 后来因为初三两个人学业也都很忙 而且压力也都很大 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 这段时间呢 这段时间呢 其实没有没有很多的 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谈感情 然后也没有很多的亲密接触 在一起的地方 我非常留意 我只是说 我们的那个位置 在一起的地方 我们可以说 我也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地方 我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再来 我也是一样的 然后慢慢的就回忆了一下 我们这么长这段时间 我是说从初一到初三 这三年我们两个人的故事到最后 还是没有能够有缘分 最终在一起 然后就觉得很有感触 然后再加上也是情窦初开 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年龄 就想写一首曲子给他 也算是纪念一下我们两个人这段感情 这首曲子一直是算是我的一个秘密 他可能知道我给他写一首曲子 通过别的同学听说 但是他从来没有有机会能够自己听这首曲子 我也从来没有给他谈过或者给他听过录音 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 或者说还有什么想告诉他的 我觉得我想如果有合适的机会的话 我想把这首曲子给他听 毕竟也是两个人共同的一段回忆 毕竟也是两个人共同的一段回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